雲林縣古坑鄉慈林宮一年一度的徒步進鄉 為期六天五夜的活動 而活動的第二天走到了草屯鎮 縣議員黃文君也到場以虔誠的心敬拜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非常的歡迎我們來自高家開基姓翁 今年是第四年的落境活動 他們每次來到這邊 我們所有地方的人士都來這裡給他們迎接 讓地方平安、順利、行車、安全 希望說每一個人都用虔誠的心來迎接他們 也希望每一個人都持續的跟他們一樣落盡 讓大家心裡平靜、平安 鄉議員簡俊慈希望這麼好的宗教活動 可以持續的傳承下去 國泰民主任宮每年都會基盤一個六天五夜的徒步 參與的活動 在這四年來每年來這裡貼擺 會造的鄉客一年比一年更多 引起我們草屯地圈 大家屬心和我們的蘇富丹富將軍廟的身心台頂都相當重視 說起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宗教民主活動 希望它能一直延續下去 謙議員理座中期望徒步進鄉活動 可以保佑所有居民 也可以安定人心 一年一堂的生日非常感動 用性交用驚慌的六天五夜 我們草屯國界所有國宮廟以及國界人士 都盛大於盛益的發揮心情共產 鼓勵主任宮每年一堂來跟我們關心這堂 也祈求我們開鄉幸福繼續鼓勵 我們照顧我們萬民 期望六天五夜的徒步進鄉活動可以持續傳承 也祈求和慶平安風調雨順 記者 劉永勝草屯採訪報導